随着全球通胀快速上涨 各国央行迎来加息潮 相对于美国22年来最大规模的加息幅度来说 澳洲的加息力度较为平缓 在目前的环境下 会对澳洲的进出口以及汇率造成怎样的影响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由于疫情期间 各国的大量放水、供应链混乱、劳动力暖缺 以及之后额污问题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 全球已经步入了高通胀的时代 随着各国央行积极收紧政策已抑制通胀 在北月4号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 市场预计今年将加息多达7次 而在早前3号 澳洲联储RBA也开始了2010年来的首次加息 将基准利率从历史低点0.1%上调至0.35% 相对于美国来说 澳洲加息力度较低 反映出澳大利亚的通胀水平相对较低 同时也可能导致澳洲和美国的利率差距加大 会给澳元的价值带来下进压力 但这很可能会被强劲的商品价格所抵消 由于澳元作为商品货币 其汇率、鱼金、铜、铁矿石和羊毛等商品的价格 存在紧密联系 这些商品占澳大利亚总出口额的仅3分之2 目前的通胀环境以及澳元的走弱形势 会给这些出口行业带来一定的好处 同时持续发展的国务问题 也会加剧能源价格的上涨 都会给澳元的走势带来一定的支撑 对于进口行业来说 就相对没有那么乐观 由于美国加息幅度更大 导致的资本回流 澳元相对走弱 以美元结算的进口商品成本增加 会对进口行业造成一定的上前压力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 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